第二四届军曲奖入围名单今天公布 歌手林一连以专辑盖亚大丰收 一次入围六个奖项 包含最佳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 双追蔡依林跟周杰伦也同样表现亮眼 蔡依林入围国语歌后 以及最佳国语专辑等四项大奖 周杰伦则是入围国语歌王 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等三项大奖 林一连 盖亚 上届军曲歌后蔡健亚公布今年入围名单 歌手林一连以专辑盖亚成为大赢家 一次能获六个奖项 包括最佳年度歌曲 最佳国语专辑 最佳音乐录影代奖 最佳编曲人奖 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以及最佳国语女歌手 我比较看好谁 好 我 我是 我可不可以选两个 我觉得 我觉得林一连 林一连真的是 因为她真的让我看 就是她演出的时候 我真的是目瞪口袋 然后另外就是许家宁 我觉得 今年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入围名单 包括陆凯彤 邓紫棋 林一连 佳佳 许家宁 蔡依林 最佳国语男歌手则是林佑佳 周杰伦 肖敬腾 小宇 方大同 争夺歌王宝座 不过名单公布总是几家 欢乐几家筹 创作歌手严绝 还是没入围 没关系 就是我 反正只要可以一直继续呢 做自己喜欢的专辑 那明年还可以再报名金曲奖 今年入围名单 双J强势入围 蔡依林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 最佳国语专辑奖 最佳年度歌曲等四项大奖 而周杰伦则是最佳国语男歌手 最佳专辑制作人 以最佳国语专辑奖 三项大奖表现亮眼 华人音乐的地方 你都会知道他们 所以他们这次的入围 真的都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实力 特别贡献奖颁发已故歌手奉飞飞 她的歌声横跃四十年 演唱过无数首快日子人口的歌曲 对于台湾流行音乐的贡献 毋庸置疑 今年金曲奖将在7月6号 举行颁奖典礼 新唐人卡在电视过很开张 专辑台湾特别报道